吉普車冒險涉水過溪 駕駛在溪中油門狂踩 漸起陣陣水花 朝岸上加速往前衝 没想到就在要上岸之际 悲剧发生了 无奈这溪水实在太团急 驾驶连人带车都快被冲走 不论再怎么家族马力来来回回 试了好多次都无法上岸 惨了吉普车一次抛锚 顺着河流往下飘呀飘 车卡在膝床动弹不得 就快要灭顶 惊险瞬间救星出现 驾驶的车友仿佛英雄出场赶来救援 才没酿成后续意外 事件发生在十八号新竹头前夕 现场有设立告示牌 严禁在指定通路外行驶车辆 却还是有驾驶不甩规定 破坏大自然环境一身是法 如果查证数时 我们会依照水利化 来进行罚款 会一到五万的一个罚款 罚钱是小 但驾驶贪图玩乐 驾车闯入西中 破坏生态环境 行为万万不可 记者和孟前李宗泽 新竹采访报导